问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 老师我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但是我为什么声音出不来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我做好了准备了 我做好了所谓歌唱的准备 但是我的声音正出不来 我也感觉我腰疯用劲了 我也感觉我咬字也咬上了 但为什么声音还出不来呢 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当然是什么呢 首先你的发声方法有没有问题 但待定肯定是有问题的 好但是还有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 什么呢 这个先决条件是 你能不能做好这一块 才导致你可不可以用得上 正确的发声方法 同学们如果你这一点没有注意的话 你的发声方法即便 我明白啊 我也可以做到 都是阻碍你的一个技术 的一个方法的运用 很大一部分程度 学生们的声音出不来 学生们的声音出不来 其实就一点 你整个状态 你整个人都没有松下来 同学们 您的整个这个身体上的 老师我这个气息 我看一下 您整个人是提起来的 不是放下来 真正的放松 放松 同学们 落下来 是真的落下来 而不是 老师说落下来 然后 年难飞 你再有好的技术 同学们 再一个比如说一个成熟的歌者 比如说一紧张 我经常说的一紧张 年难飞 我想要 年难飞 结果说就夹在这 眼角伤伤心 然后越想使劲 越错 越想使劲 越错 你们要落下来 年难飞 同学们可以试一下 当您真正的落下来的时候 年难飞 想着上老师教给您的这个发声技巧方法 然后再试一下 也难飞 愿旧生 生心欲碎 这个时候你身体内的协调才可以做到